哈喽大家好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这款 IK Amplitude X-Gear系列的X-Drive 那这个是IK的X-Gear 四个超级单块里的其中之一 X-Gear拥有四款产品 蓝色这块为混响 绿色为延迟 黄色为调制 而红色这块 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聚焦的这块X-Drive 就是一个经典破音单块的大集合 包含了16种电吉他历史上 广泛被认可的破音类型 那这个块在我的两期节目里面 已经出现过了 比如说孤勇者这一期 实际上这一期节目 我是把X-Drive直接接到声卡去录音的 因为正好这个X-Drive 有一个带有箱体模拟的输出 可以不需要连接任何的吉他音箱 直接连接声卡 调音台等等全屏设备来直接使用 而且它的箱体模拟的品质都是很高的 都是基于IR技术的箱体模拟 而前几天刚更新的这一期 《本草纲目》里 我使用了X-Drive的output输出口 也就是普通的输出口 连接到了一台Marsha JTN45风格的箱头的吉他输入口里 录制这两期节目也正是我在实践中去体验了X-Drive的过程 那两种方式我都获得了我非常满意的音色 那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这一块它模拟的这16个单块到底像不像 其实我觉得这是大家最不用担心的 如果你对他家的Amplitude的软件有所了解 你就会对Amplitude上面那些逼真到丧心病狂的模拟 非常的惊叹 那我自己也是Amplitude 5代的用户 上面的每个音箱或单块的模拟 可以说是精确到每一颗电位器和每一个音箱上的开关 而且整个音箱或单块的这个面板 它不但给你画出来 而且精确的模拟出来了 所以在数字模拟的这个算法上 IK绝对是一个走在世界前列的大品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那这个XGear系列的价格应该是3000左右吧 好像对于一个单块来说 它的确不便宜 那但是你想想啊 里面可能四五个块的模拟呢 就已经超过这个价格了 那更别说它还整合了很多的功能在里面 比如说300个储存预设的位置 三颗角钉可以分别选择同组中的三个预设 两两搭配还可以换取 按下当前预设的角钉 可以关闭效果直通效果器 而在系统设置里 我们可以把直通的模式 可以设置成带buff的直通 也可以设置成true bypass的纯直通 除此之外 XGear的角钉玩法还有很多种 比如说在直通的状态下 我们可以长按任意一颗角钉 临时的启动这个预设 当我们放开角钉 又变回了直通的状态 而当我们已经打开了某个预设 我们也可以通过长按其他预设的角钉 临时的进入到其他的预设 放开则又回到原先的预设 如果预设是在打开的情况下 长按当前预设 则可以进入X模式 将音量推大 放开则恢复到正常状态 USB接口具备的传输指令和声卡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 它是24位190KHz的转化率 频率响应也是超级高的 从5Hz到24KHz 动态范围更是高达123dB 这些指标你放在任何一款 声卡产品上面都是非常高的了 除了可以当成常规的声卡 去播放电脑里面的音乐 你也可以单独的拿它来做一个 软件效果器的声卡使用 但是有一点 这个块并不适合拿来做混音用 因为它都是单声道的工作方式 包括你在电脑上播放的伴奏 它也是单声道的 我也觉得这有点可惜 但是说真的 有几个人会真的拿它来做声卡使用 我觉得更多的人会把它放在板子上使用 因为对于中高级玩家来说 谁没有一块正儿八经的声卡呢 所以它这块声卡功能 反正它也是送给你的 大家看得办就好 同时它也可以外接踏板来增加奖兵的个数 也可以接表情踏板来实时的控制某些参数 还有MIDI接口 方便你用MIDI指令来控制这个单块 这里还有一个独立的耳机接口 其实是与CapsineR这个带箱体模拟的输出是相通的 CapsineR的输出更适合拿去接调音台或者是声卡 这些全屏设备 因为它是自带的箱体模拟的 因为它是自带的箱体模拟的 而如果你要接入的是普通的吉他音箱 而不是全屏设备 那就使用这个Output输出就行了 那还没完 这个块其实还隐藏了很多功能在里面 在精确的模拟了各个经典单块圆形的各个参数之外 XDrive还添加了一些别的很实用的功能 就比如说Color它能够整体的调整音色的明暗度 再比如说还增加了一个独立的中频调整模块 可以调整Q值也就是频段的宽度 以及中频的频率 还有EQ的位置你可以选择前置或后置 并且每个预设还有一个单独的噪音门 噪音门可以设置预值 还有释放的时间深度等等 还有一个简易的压缩模块 可以非常傻瓜式的控制压缩的灵敏度 以及压缩的输出音量 那这一些附加的功能 使得这一个单块的可调性 远远超过了圆版 那这个XGear的系列呢 在Amplitude里面也有它的软件插件板 当你购买了一个硬件版的XGear 那么你就可以同时获得相应的一个软件版的XGear 当然不购买硬件的情况下 直接买软件也是可以的 只是这个插件只能在Amplitude 5上使用 我相信很多人买XGear也是为了放在板子上使用 所以买个硬件还是很必要的 软件主要是更方便调整参数和传输预设 插件板XGear的预设是可以和硬件版共用的 你只需要在官网上去下载一个免费的Library软件 就可以实现软硬件之间的预设的互传 以及进行预设的备份移动等等操作 哦对了 IK呢也是非常重视我们的中国市场的 所以它对XGear的每一个单块呢 都做了详尽的中文说明书 大家可以到他们的官网去查阅一下 那接下来我给大家做一些快速的音色演示做参考 因为模拟的数量很多 肯定不能够边调边给大家演示的太细致 大家就仅做参考听个大概即可 对于那些有原型的模拟 我觉得基本上是和原版非常接近的 这个大家大可不必担心 但法兹类的这些模拟不一定和原版很像 尤其是复古的法兹类的诗真 它本身就存在着非常大的个体差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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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拜拜